殘奥最後一批香港代表團返港 陳浩元說希望市民繼續支持殘疾運動員 我代表了香港接近16年的時間 最後一個國際賽希望獎牌變色 獎牌結果都真的變了色 然後都做到自己的承諾 有些運動員拿獎牌值得掌聲 而有些運動員可能差一點點拿不到獎牌 希望大家都繼續留意著他們 兩年後在明古屋的亞運 或者再四年後在LA的殘奥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每一個我們的殘奥運動員 沒想過自己可以破了蘇華偉的最年輕紀錄 我有14歲可以破了他這個紀錄 我覺得很榮幸 有些感動 還挺開心 跟自己說都算是完成了一個比賽 因為這塊奧運獎牌都是得一面 陳若霖說反港後會才休息 之後會跟教練改進詠釋 希望下屆可以奪金 羽毛球代表朱文佳就說 對未能奪牌感到失望 但打入四強也都肯定了自己的能力 現時最需要的是調整比賽心態 今屆殘奧23個港將出戰 一共奪三金、四銀一銅、八面獎牌 好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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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!